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我爸的儿子 我很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 来到市民广场 为了黎明幼儿园出一口气 其实我今天会来这里讲话 不只是因为我是我爸的儿子 一开始我是为了我爸站出来 因为我看到我爸 我看到这群人 这群公民团体 为什么愿意开会 从八点开到半夜一点两点 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在这个地方 付出了那么多的心力 我很想知道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后来你仔细去看 在这里每个努力的志工 其实他们眼神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愿意去看一下 虽然说我在网路上 大家都会说我很勇敢 我很孝顺 但其实我觉得 我实际上没有做了什么 包括那些公民团体 还有我家人 我虽然在镜头上会比较多 但是我真的没有做了什么 然后我想说的是 游行就像一颗流星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一群人几百人 甚至破了一千人 来到这个地方 就像一颗流星化过 如果流星化过 我们只能许一个愿的话 这个愿望 城镇机遇其实是不高的 没错 大家来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这些事情 因为这不仅仅只是政治的问题 社会问题 这是非常全面的问题 不只是我们家而已 人权就像空气一样 但是等到空气不见了 等到空气失去了 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们这么需要他 我爸今天 其实他很激动 所以他可能 等一下话没办法讲得很顺畅之类的 会吗 我只能说 人民需团结 团结真有力 这是蒋卫水讲过一句话 财团政府 他们知法 他们会操控法律 我们人民 不懂 我们人民了解的很少 所以往往都会被操控 而我们人民 很常 因为这种事情 而且我们不知道 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怎么说呢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财团 有他们的势力 我们人民 有的 只是团结而已 人民 才是这个国家的主角 这个问题 其实非常严重 像土地法前面几条 曾经有规定一点 真的很非常夸张 他说 土地是国家的 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 我听到的时候 真的觉得很沉 这是民主社会吗 土地难道真的都是国家的吗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要争取什么 我们不是要一直抢求什么 我们只是要争取 我们应该有的东西而已 我们不是报名 我们只是被欺负了 如果今天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到我家 我也不会站出来 所以台湾人民 请一起站出来 多了解社会议题 这不只是土地的问题 这是全社会的问题 请大家为了台湾更努力 不只为了黎明 谢谢大家 时间都被他用光了 我也不用讲了 我只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因为 今天有这么多人能站出来 来关心 他不是只有黎明幼儿园的事情 他是社会问题 是台湾的问题 我们今天在做的事 不只是为了黎明幼儿园 也为了台湾这块土地 你们年轻人 我们在为你们打拼 希望你们能够看得到 感受得到 当然我们的牺牲 也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社会 以及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关心政府 到底在做什么事 我只能够在这里 感谢所有流到现在 以及参加所有游行的 台湾公民 我在这里谢谢你 再度谢谢 然后我右手边 左手边是我的小儿子 右手边是我的大儿子 其实我大儿子 不是不讲话 也不是不会讲话 他是最好的助手 在我旁边默默地在耕耘 在我旁边默默地在耕耘 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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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长加油 加油 远长加油 加油 我 很抱歉的就是 这个破千难 让我的家 每一个人受到很大的压力 其实爸爸不是想去走不归路 但是确实被政府裁断 逼到无路可走 那也相对影响到我的家人 让我的小孩 没有办法过安静的日子 当他在大考的时候 他却不能安心的参加考试 我在这里只能够 想说我家人说真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大家 远长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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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的是 我爸并没有对不起我们 对不起我们的 是这个社会 不是这个社会 是这个政府 还有不共的法律 然后我想说的是 这是我哥 我虽然占尽 有很多镜头版面 但是实际上 我其实很对不起 我的哥哥 对 因为实际上 为我爸 在那些工作 在旁边帮忙的时候 都是他默默在支持我爸 我做的只是 说说几句话而已 所以 其实在这个事件 很多人都在默默的努力 包括这一路走来 我二重的同学 二重的老师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林经典委员长 然后一太儿子 林凯成跟林凯月 其实是从刚刚 父子对话当中 其实真的可以感到 很真挚的情感 那就如同他们说的 从话过程当中 他们真的 遭受到非常巨大的压力 教室不拆 家人不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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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地保留幼儿人 市地重化立专法 人地保留幼儿人 市地重化立专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